中國大學真的不管在藍綠白的各大招勢場合都湧見大量的支持者 但有些面孔卻很陌生 手拿紙筆認真筆記戴著耳機聽取即時口譯 就怕錯過關鍵字句 他們全是來自歐洲的媒體 為了岳陽來台的外國媒體原本訪問完畢 後已特別留下耐心回答問題 看到藍營副主席外媒鏡頭也隨即追了過去 距離投票日越來越近 這回歐洲媒體組團訪台一星期 包括德國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 來自15國的16家媒體 除了藍綠也將在幾天內造訪民眾黨 第三勢力 我們會去辛中 我們會在馬塑 在台北 我們會去台灣的各個團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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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提出外面的關鍵 我們會去學習台灣的關鍵 因為我們發現很少人就會了解台灣的歷史 或者台灣跟中國的關係 我們希望有很多歐洲媒體會報導台灣 而除了短期官選團 也有外媒為了大選長期註點台灣 對台灣人來說最熟悉的選舉 看在外媒眼裡卻很新奇 要把故事傳到地球的另一邊區 TVBS追蹤期的國生理同意會 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